要來開車有的這奧車或是車車的改正 有時候更更更大聲 發出處因風海安靜 現在台南市的環保局配的一台 這個可以吸聲的吸聲機 公司的分部的超過標準 就能來吸力 有哪兒會吸聲來處理 開機車經過感觸聲音的機器頭前 這次出過這個聲音是一方就知道 另外 已經到小了點了機 但是他不是用來的感觸手動的那一台 其實但不是環保局搭配感觸聲音的機器 到底要駐路的聲音那一台 不錯 因為有時候那個改裝車真的蠻吵的 晚上的時候會造成玉米的困擾 所以我覺得裝這個不錯 聲音那一台科技執法的重點 主要就是要合作攝影 每年我們台南中的地區攝影 好發的路段加強處理 就親手台山山 檔門路 櫻花路頂路段 只要纖維五十公里以下的道路 超過八十六分佩 在這裡是纖維超過五十公里 七十公里以下的道路 超過九十分佩 聲音那一切相對的流動 去超速的處理 看到圍繞在後在這裡的開發 超過三千六 車輛一般我們看以重型機車為大宗 還有一些轎車也會改善 改進化 還有設備 未來是每週會至少會執行一次 雖然設備只有一座 未來會再增加 但是從明年一月以後開始 所以當時將會進行 不定期的機動型的騎車 尤其是民眾之前 跟社員好發的路段 也是處理的重點 當時反共也強調 車輛只要沒有過度 下才是不同的改裝 就不會有潮標的疑慮 民眾不用過度的煩惱 既然政府不難不得